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关注的一个舞台每一年 自己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感觉很开心 会很紧张吗 紧张肯定是有的 其实第一次审查彩排 然后到最后都真的是 每一次都怕出错误 大家都很紧张 状态都很紧张 因为节目不停在换 对 所以还是要打起万分的精神 在舞台上会觉得有些恍惚吗 恍惚倒没有 就是我们彩排好多次嘛之前 然后第一次进演播大厅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演播大厅是这个样子 因为从电视上看 因为现在这个高科技嘛 所以拍摄的这个技术特别发达 所以感觉是特别特别的华丽 那进去看好像没有感觉 电视电视上那么大 所以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今年在舞台上过年父母有叮嘱您吗 那倒没有 那倒没有 就是最关心的我的节目是几点 怕错过了 刚下舞台一定第一时间给家人打电话吧 对 肯定是第一时间给家人打电话 半年嘛 因为我们也有过12点半年的习俗 舞台上很多人一起唱歌 会想一些点拨镜头吗 这个没有办法 你用什么方式也不可能镜头多一点 对不对 你就空翻也不可能 不是 我如果真的随便来的话 我可能就早被卡掉了 就要镜头空翻什么呢 侧手翻 对吧 这不可以的 歌手之间是如何培养这种默契度的嘞 就我们经常在一块聊天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在 对对对 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在这个后场 后场间 待很长时间 所以每次就坐在那聊聊天 就慢慢就熟悉 有哪位老师颠覆了您之前的印象咧 其实我对李光鲜老师印象完全不一样 就因为从小在电视上看他唱歌 他是一个特别特别自律的老艺术家 然后每天都是很早晨到这儿来 对谁都特别客气 然后特别热情 只要一有镜头采访他说话 他都真的是那种热情 艺术家那种热情 就马上就掉下来说 有哪个节目是您最期待的咧 其实最后一个节目 李光鲜老师的节目 每年就是最期待的 其实都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个 成了一个春晚的一个标志 每年都会期待 而且李光鲜老师还是那么年轻 还是状态那么饱满 如果您是春晚导演组的人 会安排什么节目咧 那当然是音乐剧的 过年孩子们最爱收红包 你小时的压岁钱如何处置的咧 我记得我有一个盒子 一个小盒子 一个 就是一个盒子嘛 然后就会把钱都放在里面 攒着 父母不会收走帮您保管吗 我不会 我们家都我自己存起来 2019在舞台剧上有很多尝试 新的一年有什么安排吗 德鲜右手谈不上吧 反正就是越来越喜欢演花剧 明年 今年 今年有机会 因为德鲜思维还要在演 所以有机会还要尝试 更多新的作品 会往影视剧方面发展吗 有机会的话会 可以 希望什么类型的咧 什么类型到 反正就是跟我本人 反差比较大的 我这个喜欢 可以 没有什么特别固定 就是 但是一定 就是 还是从作品出发的 作品一定要 很打动我 就是故事 首先 故事要 很打动我 大学时有人说 您撞脸哪位艺人吗 大学到真美 陈晓冬 有吧 我小时候 很多人说我长得像莫绍聪 因为我小时候脸没这么长 我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 脸就变长了 我小时候是个圆脸 很精致的小圆脸 很精致的小圆脸 不知道长大为什么就长 突然长长了 小时候吹过的哪些牛 长大竟然实现了咧 我想想啊 其实我爸还跟我说过什么事呢 我想想 好像就是上电视 我小时候好像跟我爸爸说 我要上电视长大之上 那当时爸爸说什么咧 我爸不是很愿意打击我的 我爸肯定是这样 好好好上吧上上上 我妈相对来说比较 我妈比我爸严厉一点 过年哪些事情是您必做的咧 买新衣服 我小时候是买新衣服 买新衣服 收拾卫生 擦玻璃我小时候在家里 家里的头部 去办年货吧 最后再给优乌的网友拜个年吧 祝大家新生快乐 我是书年新大运